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炎及非发炎性疼痛 发现局部的压迫疼痛 造成患者全身都处于严重氧化压力之下 经探讨8000例个案 追踪各项身体指数前后对照 抗氧化物指标和像素分析等 并以各种评估量表做前后统计分析 治疗采用局部压痛点注射 合并全身性自体血液移植 有意义的改善疼痛 身体发炎指标 抗氧化物指标及生活品质等 统计上发现 欧式失能疼痛量表 可以减低25.7分的疼痛度 自学类比量表可减低3.9分的疼痛度 康普顿诊所 两位医师远赴德国进修 并于今年7月最新引进德国疼痛治疗计划 两位医师皆为美国抗衰老医学会的专科医师 在此的客人皆有个人专属的健康管理师 一同协助您解决所有健康的问题